在7月13號的時候被爆出有18位的民眾開群聚Party 那大家也知道最近台中有所謂的男人趴 特殊交易、特殊社交趴之類各種趴 那感覺起來可能就是什麼趴都會混在一起 那現在只要什麼趴混在一起 那可能你就會要去醫院趴 所以大家不要再亂開趴知道嗎 還是要乖乖待在家 抹生率 現在不要叫生率叫官媒 因為大家知道媒體現在剩兩種 一種是官方媒體、官方代言人 另外一種像中天被官方關掉的媒體 所以有官媒跟被關媒 都簡稱官媒 要嘛就是被關掉 要嘛正要被關掉 例如說現在某友台T台 就一直被發函 套句這個衷的蘇貞昌院長常講 用政府、爽政府、接受政府照顧 還在批評政府 這個是非常不恰當 這樣是吃不行 這個是發生在屏東縣的牡丹灣Villa 那這個地方呢 在7月13號的時候 被爆出有18位的民眾 開群聚Party 那大家也知道最近台中呢 有所謂的男人趴 特殊交易、特殊 特殊社交趴之類各種趴 那感覺起來呢 可能就是 什麼趴都會混在一起 對不對 那現在只要什麼趴混在一起呢 那可能呢 你就會要去醫院趴 所以大家不要再亂開趴 知道嗎 還是要乖乖待在家 那這個事情是因為有人檢舉 所以引來屏東縣政府的稽查 那結果呢 竟然啊 牽涉啊 這個是行政院 南部啊 這個服務中心的這個主任呢 聯合服務中心的主任 陳正文 那陳正文呢 我們高雄人啊 如果你是在地的 大概會有聽過這個人啊 這一位呢 是過去大岡山的議員啊 岡山這一代的議員 那上一次呢 2018年的時候呢 死在金戈鐵馬寒流下 那最高票的落選頭啊 16000多票耶 是當屆啊 全國最高落選議員 當然是含血含淚含恨 那他這個落選也有一番的故事啊 那等一下給大家補充 我們先把這個故事給講完了 14號就檢舉 13號出發到這裡 14號被檢舉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為什麼會被檢舉呢 因為你就要14個人到這邊去度假 其實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封城嘛 就是道德上的不對啦 可是呢 如果你群聚在一起開趴 那是絕對不對的 因為你開趴 我剛才說 你真的會趴 你不要 那你沒趴 搞不好你和你隔壁鄰居 也去醫院趴 這趴到最後呢 可能呢 就火燒趴 所以不要這樣子 大家喜歡吃BBQ 但是不喜歡自己被當BBQ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10個人以上煮火鍋 飲酒作樂 所以據這個爆料指出呢 這一些人士呢 有高雄前議員就陳振文出現 那陳振文這個人啊 他除了是所謂的高雄在地議員之外 他還是現任高雄市長陳其邁的愛將 有人把他視為所謂的嫡系人馬 所以當年2018為什麼會掛掉呢 這個我們把這個事情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2018的時候出現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小編 那個小編呢 這個現在已經不在一線了 我們就不要再講一下名字 因為一個很年輕的女生 小女生 這個妹妹當年呢 在抹生率 現在不要叫生率 叫官媒啦 因為大家知道媒體現在剩兩種嘛 一種呢 是官方媒體啊 官方代言人 另外一種像中天啊 被官方關掉的媒體啊 所以有官媒跟被官媒啊 都簡稱官媒啊 對對對 要嘛就是被官掉 要嘛正要被官掉 例如說現在某友台T台 就一直被發函嘛 所以這個在官媒啊 三顆的那個官媒 有三顆粒的那個官媒 他呢 一舉成名 嗆暴 好 當時陳正文 為什麼 因為陳正文在2018年的時候 對韓國瑜 當時的這個準市長 當時的市長候選人 還沒選上 2018年的時候 有對他的影片做辯造 結果呢 引動啊 雙方呢 就在當時政論節目上面口角 那一個大人啊 幾個大人圍攻啊 韓國瑜的一個小編 那這個小編呢 最後的就 憤怒的就吐了一句說 原來我們才知道你大人有多噁心啊 那就這句話一戰成名啊 那很多人 當時我還特別剛才去複習了一下 這一片下面的這個留言 多少人下面寫說 完蛋了 不知道這句話要噴掉多少票 果然啊 陳正文啊 就真的趴掉了 就在這一次中趴掉 還有印象的幫我們刷個加久 還有印象幫我們刷個加久 所以他其實啊 就是含恨而終啊 那他其實 老實說啊 這個如果說賣賣呢 是當年韓流的受害者的 那他呢 大概是最大受害者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呢 他老闆還可以這兩年拼四年 還可以敗部復活 還有這個廁所 不是 WC啊 幫他呢 想辦法啊 從中呢 這個死者殊生 但他就沒那麼幸運了 他就真的就倒下去了 可是呢 大家都知道 在啊 這個綠綠的這個統治的境界裡面呢 落選之後呢 官更大 這個叫做常態 這個叫做定律 如果說我們從小學的啊 這個三高定理啊 或者是必達哥斯拉定理啊 就是這個直角三角形定理啊 這種東西是牢不可破的呢 那這個啊 民進黨啊 落選之後又升官了 那我想啊 這個值得三個啊 這個三角 直角三角形定理 你知道嗎 值得三個必試定理啊 所以他呢 真的就升官了 從小小的一個落選的議員 變成南部聯合行政中心的啊 這個執行長 那很大哦 那非常的大 出去都是有配車的 哦 還可以疫情期間呢 對不對 還跑到啦 Villa去度假 還可以跨境度假 我老實講 他們也是很勇敢啊 很勇敢 為什麼 因為前陣子的屏東了 才在Delta病毒 那大家也都知道 Delta病毒其實 這個真的被消滅了嗎 我們以為是佳林佳林啊 結果有一個台中的商人了 到屏東坐個火車出個差 回去呢 又中槍了 是不是Delta聽說還在查 但是搞不好是 所以這很重要 預知詳情先分享 好不好 趕快把它分享出去 不要說政府 因為我們現在都講政府 政府 好像我們台灣人每天都在怪政府 套句這個匈威 蘇貞昌院長常講的嘛 用政府 爽政府 接受政府照顧 還在批評政府 這個是非常不恰大 這樣是真的不行 所以我們不要一直講政 我們就要講民進黨 其實這是民進黨的老藝能了啦 什麼是老藝能呢 就是傳統技能 不可偏廢 就是對自己人絕對護短 對其他人 對其他非自己人 非我族類 齊心比翼 追殺到底 如果你想想 今天不是陳正文 如果今天是隨便一個在野黨的議員 你不管他哪一黨的喔 這個民眾 國民黨 民眾黨 甚至時代力量 現在基本上 大概已經被 定在牆上 被這個 架口倒下 全身 勝負股價 大概是這樣 所以雙標呢 還需要解釋嗎 就雙標嘛 雙標是一個標配 過去我們常講 這個開車子 你要加很多的設備 這個車子 才會開起來 有不同的等級 要加錢 對民進來講不用 這個他們 現在呢 出廠前呢 所有正正都一律 加個雙標導航器 如果沒加這個雙標導航器 他們也不會開車 因為呢 開著開著 就不小心開到Villa 到Villa 不小心呢 就把監視器撞壞 把監視器撞壞 不小心呢 就說呢 我只有去睡覺 人家 但是不小心又會用什麼 送氣力分靈體 要跑到下面去喝酒吃火鍋